买米、买水果药留意 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 离属食药署昨日1月30日公布最新检测结果 发现1.日本米被验出重金属超标 恐有致癌危机 另外,4款分别来自日本及南韩的皮子和奇异果 则被出残留过量农药,超出标准 根据昨日公布的边检验结果 试次涉及16种,合共22款不合格食物 包括米、水果、辣椒粉、素米粉、白松露等 各种不符合规产品分别被验出残留农药、致癌重金属、二氧化等物质超标 食药署表示,所有不合格产品将依定退运或销毁 5款产品中,涉事日本米被验出至物无机身 4款水果则被验出杀虫技欧多 以及药百克敏、易达岸、特安博等物质超标 食物品牌 品名称 产地、制造商及超标物质含量如下 试次 验中 共有3批南韩进口的提子被验出残留农药、标 不合格的提子总共超过1.7万公斤 其中2批的沙技特安博含量分别为0.03ppm和0.9ppm 总重量为14669公斤 余下一批出杀虫技欧多0.02ppm、特安博0.06ppm 总重量为2803公斤 余下17款 试产品包括内地辣椒粉、内地杀人等分别被剪 残留农药、褶色剂、漂白剂、二氧化硫等物质超标 产品的品牌名称 产地、制造商及超标物质含量 下 根据检测结果 该款不合格的日本白米被验 重金属无机身 另有2款松露易被验出重金属格 标 这2种重金属有什么危险 本港食安中心指出 机身及格均属于天然存在的重金属 唯独性较 长期摄取可能损害多种器官功能 甚至引发癌 过往曾有研究证实 加拿大皇后大学的研究发 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环境中的身 透过先清洗 可以去除90%的身 但同时也洗掉铜、铁、鑫等 益健康的营养物质 河南工业大学有研究则说 除了身 米粒还可能含有铅和隔等其他重金属 果欲先清洗可将这些物质的含量降低7%至20% 提子 是常见残留农药的水果吗? 食药署副署长林金指出 从2023年7月到2024年1月 由南韩进口的231匹提子中 其12匹检验不合格 主要是农药克美素 克安博 Cyclanilaprol和 多残留量超标 另外 试次检测结果当中 有一款素 粉被检验出黄驱酶毒素 根据本港石安中新资 黄驱酶毒素是一种很高毒性的物质 由特定酶菌 如黄驱酶或是寄生驱酶产生 容易在温暖潮湿 环境中滋生 且不易在一般烹调过程中被分解 宠可致命 最常见的是B1黄驱酶毒素 肝毒性非常 可引致肝脏中毒受损 肝硬化 肝癌 其中包括素 资料来源 相关文章 星岛申诉王 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承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见更有爱 驱 立即我要赞取想帝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留 区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